天遙地洞下 除了保護身家性命 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建物 在災難中傾倒 921強震帶給建築法規 一次巨痛又震撼的體檢 不過縱觀地震 引發建物傾倒案例 卻都巧合是 15層樓以下的建築物 921之前 因為我們要特殊結構 在有建築法之前 就有結構外省的規範跟規定 那這個行之有年 那我們結構外省的東西 只要你建築物 儘管有建築法規 但建物樓高 也會有不同的新建規範 建物一旦得進行結構外省 關鍵就在建物總高度 50公尺或15層樓以上的分水嶺 一旦高過這個數據 建物新建少不了結構外省 除此之外 地下層超過三層 也一樣得啟動外省機制 建築物本身受到地震力 傷害破壞的建築物 它是因為舊有的結構規範 建物結構除了有賴建築士以及施工的營造廠 加上負責把關的政府承辦單位進行指定勘驗 不過因建物建案多 後來發展出委託三大工會協助指定勘驗 隨著法規與建築技術的發展 總樓高超過50米或16層樓以上的建案 多移到結構外省的審視 但25年前後強正帶來的教訓 除了正視是否有第三方單位審視外 也或許該對老舊建築物 若曾的結構補強 必須加速推動改善 採訪我們苗栗泰宗 綜合報導 請你請你補強 早些補強 九點 洗得